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做出了严重误判和歪曲解释 借此出台的各种遏制 打压行径 给两国关系造成了难以估量的伤害 我们知道美国新界政府正在审视评估对外政策 希望美方的政策制定者 能够顺应历史潮流 看清世界大事 摒弃各种偏见 避免无端猜忌 推动对华政策回归理性 实现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各位朋友 如何推动中美关系 一个有礼貌的绅士 绝不会把自己的刀叉 伸到别人的盘子里 孔子所说的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也早已在世界上被广为接受 对中美这样的大国而言 更是应当相互尊重 不能够只想着改变对方 压制对方 甚至打倒对方 这样的企图从来没有能够得逞 今后也不可能 只会无谓地制造矛盾 甚至冲突 中美建交以来 我们无意挑战或取代美国 我们愿意美国和平共处 共同发展 同样 我们希望美方也能够尊重 中国的核心利益 民族尊严和发展权利 停止对中国共产党 和中国政治制度的 抹黑诋毁 停止纵容 甚至支持台独分裂势力的 错误言行 停止在香港 新疆 西藏 等中国 国内事务上 损害中国的主权和安全 做到了真正的相互尊重 中国乐见 美国在华企业 获得更大的成功 将继续采取有利措施 改善中国的营商环境 同时 我们希望美方尽快调整政策 放弃对中国产品征收不合理关税 放弃对中国企业和科研教育机构 实施各种单边制裁 放弃对中国科技进步 进行无理打压 为两国的合作提供必要的条件 我们希望美方尽快地解除对中方教育 文化新闻 侨务等团体在美活动的各种限制 解除对美国地方政府及各界对华交往的组项 鼓励和支持两国恢复高校 研究机构留学生等正常的人文交流校 中国愿意向下而行 以开放的态度 共同为两国人民的相互往来 营造良好的环境 中国新春佳节之际 中美各界有时支持